早晨是空无一人的,很安静 刚才我走的路上,没几个人,但是看到我的时候都醒了注目李 很喜欢这种被注目的感觉 然后呢,这个大概就是亚洲人很少 这个地方就是跟我第一年去布达佩斯的时候 布达佩斯那么国际化的一个城市 我第一年去的时候都没有几个中国人,现在呼呼的 这边好一点,中国人很少 中国人少呢,我就觉得就有一种真正旅行的感觉 否则我的老亚洲人里面挤什么呀 这么多鸟连着飞 早起的鸟有十只啊 感谢观看